Hello大家好,我是萌串 欢迎收看七灵王人物质 今天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七灵王的主角 金同光 其实关于阿光哦 我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做过了一支影片 深入详细的介绍他 没礼貌,没尝试,不懂得尊重别人 讲话不经大脑又爱推卸责任的屁孩性格 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一下哦 在我的影片下方经常都会看到很多留言表示 不喜欢甚至是讨厌阿光的 但其实阿光还是有很多优点啦 他善良、负争一感 个性直来直往 具备着天赋的同时比任何人都还要专注 他追逐塔舌亮的决心更是让人敬佩不已 这些让人有爱有恨的特质组合起来 才成为了我们所看见的金同光 在人气投票中 他分别取得了第四和第五名的成绩 中规中矩啦 毕竟是主角嘛 还是有他的基本盘在的 如果你经常看一些王道少年漫画 就会发现里面的主人公往往都是一些头脑简单 长得不帅 个性冲动却充满着个人信念的热血笨蛋 当然我们的主角金同光也不例外 那你知道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个人特点吗 没错就是特别的屁孩 没有啦 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 他的成长是特别显著的 有别于一些隔了一回就过了恩怨的套路 作为观众的我们是能够伴随着阿光经历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 肉眼可见地观察到他外表和行为上的细微变化 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左维才是麒麟王真正的主角 缺少了左维就意味着这部作品失去了灵魂 这句话不管是本质上还是字面上的意思都没有错 可是请不要忘了这部麒麟王他的日文原名是 直译过来就是光之奇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部讲述阿光为奇的漫画 只不过因为出版商把它翻译成麒麟王跟奇魂的缘故 才会让人觉得主角的目标应该是要成为麒麟王的男人 又或者说这是一部讲述古代幼灵回到现实世界的冒险物语 以上这些描述当然也不能算是错啦 但是我还是想重生 苦甜优美老师他打从一开始会把作品命名为 就是因为他想讲的是阿光的围棋故事 当然把Hikaru no Go直译过来变成光之奇 这名字也太过直白了 在那个各种叉叉王大行奇道的年代 把他称呼为奇灵王似乎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展开 而且这名字也相当的有记忆点 我觉得是没有翻译的太差啦 只不过真要问我哪个名字才是最为适合的话 现在的我认为奇魂才是最能够表达光之奇含义的一个艺名 至于为什么呢 我想放到下部影片讲述阿光跟佐伟之间的感情再说 不好意思扯了一道堆无关的 但是这支影片我还是想先集中讲述 金藤光他一路走来的故事 回顾阿光跟阿亮两个从最初相识到互相追逐 最后演变成相爱的过程 并没有 好啦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如果说作为是阿光认识围奇的契机的话 那么阿亮则是阿光学习围奇的动力 从故事的最初阿光遇见阿亮的时候就曾经表明过 如果对手是老头子的话就没意思了 阿亮的出现告诉了阿光在围奇的世界 有着跟他年龄相仿却拼了命在努力辅出的人 第一次的交手阿光完完全全扮演着傀儡的角色 就只是安静地遵照着左维的指示来下棋 既没有感受到围奇的乐趣 也没有意识到阿亮的强大 唯一的感想就只是下了很久觉得很累而已 但在去玩儿童围奇大赛 体会到小小棋手们认真的棋士后 阿光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虽然当阿亮问他是否有打算成为职业棋士时 阿光是以轻蔑的态度小了出来 并幻想着依靠左维轻轻松松地拿下头衔 但是在看到阿亮所展露出的气势与决心后 阿光内心深处的某一角落已经稍稍地为之动容 在这第二次的交手中 阿光所看到的是一位充满着愤怒的挑战者 竟然在棋居台下不到一半的时候就含泪认输 完全搞不懂状况的他 只能尴尬地展谈着阿亮的努力与认真 但是这些安慰的话语 由这名不曾认真过的少年说出口 反倒是格外的刺耳 看到这副落魄的模样后 阿光开始思考着 阿亮他之所以如此执着的原因是什么 围棋又是什么 为了搞清楚阿亮的想法 阿光不由自主地再次来到围棋会所 并被徐芳拉了进去与塔什名人对异 阿光走到当代围棋第一人的面前 看着他俐落地用食指跟中指夹着棋子 在很有气势的将棋放下 每一次的下指手指都仿佛在闪闪发光 让阿光感觉到自己跟塔什 以及左维他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甩棋的阿光 无意识地用了同样的手法下出了黑紫 而这一步正是阿光他追求神之一手道路上的第一步 没错阿光下围棋的初衷十分单纯 也跟千千万万中二少年的行为动机类似 他就是想要变得跟阿亮一样甩棋而已 就这样阿光踏上了围棋的道路 而他第一次以自己的实力下棋 是在东学围棋大赛的时候 想着自己受加赫索逼指示过来凑数的而已 以出了也无所谓的态度 漠视左维的请求自顾自地参加了比赛 既不在乎实力的差距也没在追求棋局的胜负 被加赫质疑他实力不止如此是海里直气壮地说自己有在认真 不过是认真的在玩而已 他把棋盘想象成宇宙以九颗星作为基础 把棋子一个一个放上去的过程 就像是在点队出一颗又一颗的星星 对他来说夏维棋就是在创造宇宙 此时此刻阿光的内心就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 没骗你哦他真的是这样讲的 作为初学者的阿光非常纯粹地享受着夏维棋的过程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倾注心力在某些事物时 反而会因为得失心态中而变得压力三大 渐渐迷失了方向甚至觉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当初那个快乐的样子 不要太过在意得失 更多的去享受过程才不会让我们失去前进的动力 当然阿光是对胜负无所谓啦 可是佳赫跟铜井可就不是这样了 不想让铜井就此止步的佳赫在第二回合欺骗阿光说 无法取得冠军的话围棋社就要解散 突如其来的压力让阿光不敢再自由自在的下棋 在无法靠自己获胜的不甘心和辜负了大家期待的罪恶感夹击之下 阿光留下了他难过的泪水 这是观众们第一次看到开朗的阿光哭泣 看到阿光这副模样也让我不禁感叹到 原来他平常嘻嘻哈哈的模样背后还隐藏着认真又重情义的一面 决赛局 知道自己实力不济的阿光认真专注地学习着左维的歧路 在踏实量的注目之下结束了棋局 看着对手嚎啕大哭的阿光双眼也渐渐的湿润了起来 因为这份无法获胜的悔恨他在上一局才刚刚经历过 由此也能看出阿光当初那句想要靠左维轻松取得头衔的话 即使真的不是玩笑 以他的性格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渲染而变的努力认真起来 我想这份真性情就是我喜欢阿光这名角色的原因之一吧 棋局结束后阿亮很不甘心的问为什么和阿光对异的不是自己呢 而看到阿亮执意想要追上左维的模样 即使现在还被远远的抛在后头也好 阿光也下定了决心要从现在开始努力追上阿亮的脚步 就这样阿光升上了中学并跟铜井和小命组成了围棋社 为了在下次打赛中击败海王并取得冠军而努力学习 更为重要的是他想要奋力追上塔石亮的脚步 只能说他们这段关系真的很像三角链 如果阿光不在乎阿亮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他大可以让左维继续跟他对异尽情下到爽为止 可是被阿亮认真帅气的模样所吸引的阿光 不希望他的双眼继续只注视着自己背后的影子 不愿意再次由左维代替自己跟他下棋 但以如今的实力上场也只是会让阿亮失望而归 所以面对着阿亮亲自前来请求再次一较高下时 阿光也只能狠心地关上窗户要他继续等待 这就是所谓的放置play 不过让阿光万万没想到的是 阿亮为求与他一战 不惜参加与自己实力水平严重不相符的中学围棋大赛 使得阿光顿时思绪万千 本来看到便当十分兴奋的样子也变得忧心忡忡 第一回合取胜后直接饭也不吃就走了出去 并因此听到了暗本与日高学姐的对话 当得知阿亮为了与其对异所忍受的艰辛和屈辱后 也打消了以夜来中学围棋社的一员跟铜锦三骨一同努力的想法 改为做出让步成全阿亮的心愿 让佐薇代替他来下这一盘棋 但是当他真的做到了棋盘前 在冲动和对围棋世界的好奇心驱使之下 还是擅自插手了佐薇跟阿亮的棋局 阿光打从心底渴望着想知道 自己跟阿亮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不过这样的举动却彻底惹怒了阿亮 棋局最终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下草草收尾 体会到两人之间鸿沟的阿光 以及无法战胜对手的通景和三骨在比赛尘埃落定后 也一同默默地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回顾阿光在整场比赛的心路历程 看得出他的内心是相当矛盾的 从一开始的想要以为棋射的身份舒战 到无休决定成全阿亮的心愿 却又在棋局中散之插手 左右摇摆不定的态度显示出了 阿光此刻的内心还不够强大 但这次亲身交手的挫败和无比强烈的不甘心 都会成为他成长的养分促使他继续向前迈进的 在这次的围棋大赛中 左卫很可惜的没能跟阿亮好好笑玩 阿亮觉得自己付出的一片真心被彻底辜负 阿光体现到实力之间的差距后感到无比的不甘心 三人都充满了悔恨与遗憾 不过可信的是 左卫和阿亮很快地就在网络围棋中再次交手 也让阿亮不由地再次怀疑赛就是他当初看见的景藤光 如果你再继续追着我的幻影的话 总有一天 真正的我会追上你的脚步 阿光渴望得到阿亮注视的目光 冲出去对着失望的阿亮大声呐喊 但让阿光万万没想到的是 心如死灰的阿亮要求现在就和他对异 强硬的态度对着阿光说不出半句话来 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以阿光目前的实力来说 想要追上阿亮的话 即使有充分的努力 以及过人的天赋也是不足够的 因为阿亮就是那种比你优秀 还比你努力的人 所以哭天老师给予阿光的主角光环 就是让人缘好的他不管走到哪里 都能得到贵人的相助 首先是本来打算继续待在围棋社的阿光 机缘巧合地在书店碰到了暗门 并得知了阿亮要成为职业歧视的消息 除此他也开始走上成为职业的道路 离开围棋社时又有佳赫出来 帮忙缓解那剪拔弩张的氛围 让难以开口的阿光可以好好的跟大家道别 减轻了心理负担得以继续向前迈进 报考时又得到了许方的推荐 让他提早成为怨生然后刚好赶上了当年的职业考试 成为怨生后又有河谷跟伊角的鼎力相助和支持 使得阿光的其力大大提升并克服了面对大人时的紧张感 这些机遇都是孤独寂寞的阿亮甚少有机会碰到的 所以说阿光能够追上阿亮的脚步 除了左围的指导和自身的天赋 周遭的人给予阿光的帮助其实才是最为关键之处 可谓集结了天时 地理人和的阿光距离来到阿亮的面前 就只差通过职业考试这一关了 在哭天老师把门鞋这个外来墙提安排到明年的这点就能看出 合格的三个名额就是会有怨生当中最强的伊角 月子 河谷以及阿光他们几个去互相争夺 好啦 本钱勉强也算 而阿光为什么能够顺利出现 回顾一下他们几个之间的对局就能知道 首先是跟伊角的对局 这时期的阿光实力很明显就不如对方 虽然伊角的犯错有点像是剧情杀 但哭天老师想逮出的是 对于胜利来说 心态跟实力是同样重要的 在跟伊角对异时 阿光因为曾经想靠侥幸来获胜而感到满满的罪恶感 使得他隔天面对擅长对付的阿福也遗憾落败 可幸的是 有左围的开导和鼓励 使得阿光很快就振作了起来 还变得比之前更有自信 所以在输给本天的隔天 即使做噩梦梦到自己败一杯的样子 也还是能够保持平常心看待接下来的比赛 我就问这么沉着冷静的镜头光你看过吗 总体来说 阿光虽然赢了伊角但又输给了阿福 以盛长出来计算是没有占到便宜的 但因为有了这次的教训 使得阿光心态上沉稳了不少 这才是他能够淘汰伊角成为职业棋士的一大关键 然后是与河谷的对决 跟面对伊角时紧张的气氛完全相反 河谷主动地向阿光投影为笑 表明了无论这局谁胜谁负 都不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感情 也让阿光心中的压力走然释放 能有这么温柔的好朋友 好对手 已经是阿光他比其他人更有优势的地方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实力也是最接近的 真要说的话应该是河谷要更强那么一点点 否则的话对局前半段阿光就不会陷入苦战了 本来河谷都准备要本场开香兵 但是阿光在跟河谷的对异过程中又变得更强大了 在苦无对策的情况下 他试想着如果是左围的话会如何应对 从而找到唯一的一线升级击败河谷 把两人的胜藏数拉回同一水平 当然啦 从剧情发展来看 左则肯定会把合格的悬念放到考试的最后一天 不过这样的安排想表达的是 阿光他之所以能够击败河谷的原因 就是他那份惊人的天赋和飞快的进步速度 而他在最后一局所面对的是早已合格的越智 也是他在这场考试中最难对付的对手 因为在越智的背后是熟悉阿光跟左围其风的塔石亮 为了探清阿光的实力 阿亮牺牲自己学习的时间 也要把越智的实力拉好拉满 可怜的越智就这样成为了他们两个play的一环 成为不管做了多少努力都还是得不到踏实关注的工具人 哭啊 面对这道由阿亮亲自布置的难关 只要阿光能成功跨过去 就代表着他已经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到他追求已久的爱人 追求已久的塔石亮面前 而阿光之所以能够展胜越智的原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只是哭天老师想透过这次的对异告诉我们 现在的阿光就是远生当中最强的人 这是他在考试期间不断成长与蜕变所得出的结果 试想一下如果阿光是考试初期就碰上了越智 那结果肯定就是毫无悬念的隐恨落败 所以如果要问我还有什么原因驱使着阿光在这次的考试中 胜利合格的话 我想就是那份让强劲的对手都安排在考试末端的巨大运气吧 在过人的天赋 稳健的心态和强大的运气加持之下 阿光得以顺利的考上职业骑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局的胜利时刻 哭天老师刻意的没有把画面带到阿光身上 而是透过阿亮的紧张 越智的懊恼 河谷的喜悦 以及一脚的回恨来呈现考试的最终结果 等到阿光再次出现在观众的眼前 已经是他考完试回到学校的时候了 阿光在围棋设的窗外 偷听着大家吵吵闹闹地讨论着考试结果 以及下次围棋大赛的事情 但他并没有兴高采烈地跑进去庆祝 或者是显摆自己的厉害 而是沉默地待了一阵之后 没去地折了一身便离去 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的原因 从后面他跟同学的聊天对话中也能找到答案 诶 镜腾 听你们班的人说你成为职业骑士了 那夜来中学的围棋设不就无敌了吗 阿光无奈地大喊着 就算我想参赛也没办法啦 啊 是这样吗 那当职业其实也太无趣了吧 没错 跟最初只是紧情的在玩耍截然相反 对于阿光来说围棋已经是他的工作 是他人生的道路 他此刻只想着终于要进入到职业围棋的世界 来到他追求已久的踏实量面前了 我觉得此处阿光的心理描写真的很棒 一直以来看似出现条脑袋空空的阿光明白到 自己跟围棋设的大家已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现在他的心态和之前不管小明的劝阻 也执意要进入到围棋设的那时候截然不同 他选择了和大家保持距离 连招呼也不打就黯然地离开 全都是因为即使成为职业 歧视的道路再艰辛再无趣也好 他也要顽强地向着自己所定下的目标奋力前进 这份思考这份决心和坚持就是阿光他蜕变充长的具体表现 这幅令人刮目相看的模样也真正就是阿光他这名角色的美丽所在 由于时间的关系阿光剩下的故事以及他跟佐伟之间的经历 会放到下部影片再聊 虽然上支影片把阿光的缺点都数了一遍 但其实还是有漏掉的部分 但其实阿光他真的还有很多优点 像是他单纯直率不作作 做事专注努力又认真 为人亲切总是小怜婴人 充满正义感还会经常帮人出头 我相信这些特质作为观众的我们只要把整套麒麟王看完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所以这次我就没有花太大的篇幅去特别说明 而是把重点放到阿光自身的成长身上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看到角色的成长吧 因为当我们在观看作品时 往往都会不自觉地把自身投射到角色身上 看到角色们的成长就仿佛是看到我们自身的成长 而我之所以喜欢阿光的原因 或许并不是因为他的某些特质或优点 而是单纯的因为我能在阿光身上找到公民 打从心底为阿光的进步而感到高兴 其实现在回头来看 我觉得之前做的踏实量人物只是不及格的 因为我泱泱沙沙的写了很多去剖析阿亮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况 却忘记了要告诉大家阿亮为什么会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把阿亮的亮点表达出来 所以希望看完自知影片的你也能够感受到阿光他有别于其他人的闪光点 明白到这个充满缺点的笨蛋也是有他的可爱之处的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阿光有任何的看法 或是觉得还有哪些特质是我没有提到的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与我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也请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再分享出去 这样应该会有助于我的更新速度哦 下集就是七零王人物质的最后一集了 我会尽快做出来的尽情期待吧 我是萌串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